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Johnny Fone 在副东保险任职分行经理 在行业已超过20年的财富管理经验 同时我也持有证监会和抢职金的牌照 也是一位合资格的维足赞社员 你问我为什么今次参加比赛 因为我过去从未参加过这一类大型公开比赛 希望透过今次的参赛机会 能够获得业界的肯定 今次参赛的主角 是一名拥有2000名员工家族生意的老板娘 而她有三个财务目标 第一是希望提升全家人的全面保障 第二是为了退休作准备 第三是将家族的生意传承给她们两个儿子 所以我就根据她所定立的财务目标 利用了保险收息基金 围组安排 满足客户以上的财务需要 而她的个案正好配合今次大会的主题 专心传方位 当我帮客户设计计划书的时候 我用了中医诊证基础 望闻文切的原则 掌握客户不同的财务数据 生活需要 才能够准确设计全面的财务策划 而我今次最深刻就能够透过财务策划 帮客户成立了一个家族传承基金 今次得奖对我在业界是一种肯定和认同 更加是终身的荣言 对我的客户是一种信心的保证 而今年保监局的成立 更加能够提升业界专业的地位 令到客户对保险业的信任度增加 提升了公司的专业形象 这个奖项更加令我无时无刻提醒自己 以一个专心专业服务每一位客户 我在这里多谢公司推荐我参加今次的比赛 公司提供了专业的导师 帮我们分析参赛的个案每一个细节 最后我多谢我的家人支持和鼓励 而最开心就是我妈妈了 因为她知道我没有入错课 另外也都多谢保协设计这个奖项 令到业界得到更多人认同和肯定 我在这里呼吁大家参加 2020保协结出财务策划师大赛 财策智慧专业肯定 你的参与成就一生 也不知